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圣诞节狂欢圆了 都吃了不少超标的食物了 所以一定要做一下运动 包括思想运动 我记得华叔那时候说过 要保持身体 看书就可以保持脑袋 华叔那张床一半是摆书的 睡觉的地方一半是摆书的 今天也是 还看历史就是看一本书 为什么这本书那么特别呢 任哥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你选择这本书 和我们节目的重头 重点 我们讲了这么多节 讲了不少近代或现代的重要政治人物 都是讲他的政治上高的角色 他的影响 在时代 大历史的背景下 但比较少的是很全面立体近身去看一个人 尤其是看一个这么重要的人 就是毛泽东 你知道我们讲过这么多人 我们讲过周恩来 林彪 邓小平 邓世凯 下文都讲过 讲过蔣介石 唯独没有讲过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是不容易讲的 我相信一、两节都不能讲 不过他整个人 他的生活 他的性格 他跟很多人的关系 相处 以至于他在党里面 他怎样能够产生影响力呢 就是一本书 这本书在历史上高真的很难 一本奇书 就是这本 他身边的保健医生 李智衰 私人医生 我想广东话就没有个衰 普通话的衰字和我们的衰字的意思 我觉得有个好笑 李智衰这本书 可能是他跟毛泽东说的 你叫什么名字 李智衰 李智衰 最衰是你 他是1954年 选了进去 直接跟着毛泽东 跟他做他身边的保健医生 直到76年死为止 传记也不少 周恩来转 江青转 毛泽东转 都写不少 但是能够用一个狗仔队来 其实我觉得李智衰是一个狗仔队 在他身边 长期在他二十多年 在他身边做他的保健医生 然后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甚至有很多重要的场合他都在 包括他的私生活等等 在历史上 毛泽东是一个大魔头 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 神化了一个领袖 以往皇帝有所谓的起居住 起居住就是史冠记载住他的 起居饮食等等 但是很多都是假的 以及制制 儀式等等 很少记载私生活 即是今晚跟皇后睡觉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 亦正亦邪就是这样 一般人我们写人物传记 当然是将他如何反映的时代 这个人究竟是创造了时势 还是时势创造他等等 即是给他这个时代的意义 但是这本书特别的地方 它就是一个很personal的近身的篇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一些人 近距离接触毛泽东 或者是相当长的时候接触他 比如他身边的户位叫李银桥 都很多年 但是这个人第一 知识水平低 第二 他崇拜到的程度 他亦只是基于他的身份 他后来也没有离开他 汪东兄也写过回忆录 全部都是面倒歌功仲德 而且完全对他的很多 不止是私隱 他有很多个人的性格 尤其是缺点 全部将他寄位 不讲的 包括有一个女禅警的男人 和他专门读听 即是他叫他来 他看不到字 他就读一些书给他听 老毛是离不开书的 跟孙中山一样 革命 接着是女人 排第三是书 排第二是女人 他在看不到什么 他都会叫别人读 哪些书 他给他名字 原来读 可能有历史 可能有诗词 是这样的 这些人也是有他的 看得到一面 但是理智衰的问题就是 他这二十多年来 因为照顾他的健康 是很全面的 而且时间很长 起居饮食 还有一个很有趣 因为老毛是一个极之寂寞的人 等一下还要讲其他性格 但他的人是一个极之寂寞 没有什么人可以跟他聊天 他身边的护士 甚至他族的很多女朋友 都是知识水平不高的 唯独是这个人 老毛很有趣 他一眼看到他很喜欢他的人 等一下给一些照片看看 大家看看李子衰的样子 看他的样子 他的样子 其实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很开朗 一个很平和的人 而他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的家里 都是名医世家 他家里面有三个长辈 以前都是御医 清朝的时候御医 都是出名的医生 他自己也是读西医的 西医就是 他是四川人 四川读书 四川就是成都协和医院的大学 那里是一个教会办的 所以是读西医的 后来他曾经去过雪梨 来了中国 去了澳洲 扎书都扎书了几年 他读了专科 所以是研究神经外科 后来直到49年之后 原来他的大佬 是投承去延安的 所以他的家里是不错的 他的整个成份 但你看他的样子 一点都不像土干部那种 西化知识分子的样子 其实老毛 刚刚就比较喜欢这些人 他不是不见过很多人 甚至李慈衰和他服务的时候 中间也有些人来见过他 有些专科医生 很多人看到老毛 是害怕到说不出话 谈不出话 不要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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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老毛也不敢看他 老毛就不喜欢这样的 但是他也是 毛雅东也有趣的 让人放鬆 所以他来到 和他聊聊聊聊聊聊 他对那些人 尤其是他身边的人 他是很温文 他又不是真的关心的 但是他很会做 因为他知道他身边的人很重要 对他来说 因为那些人 给一粒药丸 他是堅定留意的 他会和你非法 一刀就举到你的喉咙 你没得说 或者吃饭就加料 你怎么知道 所以他对身边的人是极之好 虽然他对他人 对任何人 他都没有什么爱心 老毛 这个是李治水 他多次观察 发觉他对人完全没有感受 冷漠 冷漠也很重要 他直觉上 他觉得这个人是挺好的 而你看他的社会回忆录 他很多时候 大家对话 他这个人都很聪明 大家观察力很强 但他绝对不会 懒醒 更加不像杨修 不会抢着他揣摩老毛 想什么 又不会抢着揣摩 又不会认聪明 有些人想到 你不问他 他都不说 你只需要一个特别的性格 在围绕着老毛身边 那么多人 他唯一和这个人的关系 相当好的就是汪东兴 就是汪东兴 就是汪东兴 他之所以能够二十多年 你想想 叛君如叛虎 你还要牵涉到他的健康 这么重要的事情 而可以这么多年在他身边 如果他不是抢着汪东兴 我估计 都可能留不到在毛泰东身边 其实中间 江青想弄死他 江青有一次说他要毒他 然后他打毒针 竟然搞到老毛不理不得了 汪东兴就和他负责化验 竟然拿去林彪的老婆叶群 去看了报告 大家竟然打了招呼 他根本就没有毒 他有几次都没有事 另外他身边的人 好像叶子龙 几次都想弄壞他 还有李银桥 都是汪东兴 竟然被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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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下放了哈龙江六个月 那次是最强的 但是他没有他负责 竟然被他负责 他也是不服务 因为他很麻烦 他不信人 叫他吃藥 他也不信 他非常任性 你看他的性格 他也是说得很清楚 第一 这人喜居饮食是完全无伤的 我看完這本書 我發現完全跟我們過去 包括蘇聯的專家 俄羅斯的歷史學家所寫的毛雅東是完全兩樣東西 你只需要這本書 你會想起什麼呢 其實它是一個相當之任性的中國傳統帝王 淫亂兼淫性 萬曆 嘉靖那種 不是康熙 雍正那種 當然不是 它裡面寫的第一件事 我覺得中國人崇拜毛雅東 這個真是笨蛋 他比以前的皇帝更差 他是完全對國家管治是沒有規矩的 以前的皇帝很簡單 你上朝 其實是很早的 官員不能動 冷到爛爛爛 接著就商討事務 軍機大臣政治局常委進入御書房 批重要的奏章 一齊討論 軍機處 清是一個體制 明也是 但老毛是什麼呢 他辦公 根據李子須說 第一 他早上睡覺 他晚上才做事 而他下午睡醒 他喜歡到處走 去到哪 開會去到哪 包括他的火車去到哪 那些政治局委員 開會的人都要跟著他 其實都沒有人說到他出巡 出巡 還要再說 他就算平時在中南海 或者去哪裏都好 他是起居飲食 完全沒有定時的 換句話來說 他喜歡幾時睡就幾時睡就幾時起床 在床上面就改文件 多數在床上高就是看文件 看書 有時候開會的人叫人去床 要是在游泳池之間 他唯一一件事之所以能夠健康 就是他喜歡游泳 所以他平時的生活 除了床上 基本上他每天都去泳池游泳 根據李子須那本書 拍了一張照片 再重新畫出來的毛澤東那張床 那張是大床來的 上面滾櫚不少了 但是一半是放書的 批改共產黨的文件 有一次周恩來要指示出秦的路線圖 向他講解 跪在床邊 李子頂看到的 中國的總理 跪在床邊告訴他 他起居飲食無償 睡覺長期失眠 所以有時候他越搞就越久 頭頭是十二個小時睡不到 然後十八個小時睡不到 二十個小時睡不到 二十四個小時 最久可以兩天都睡不到 那是很麻煩的 所以當醫生 你要搞定他適藥 他要進行一種很強力的安眠藥 你自己搞定他 給他一種藥他有信心 又不會弄死他 又不會弄死他 但他長期精神衰弱都很重要 這本書裏講的 差不多所有的領導人都要吃安眠藥 都要吃安眠藥 宮廷政治多恐怖 周恩來 林彪 江青 劉少奇 全部都吃安眠藥 江青都吃得很厲害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任性的地方在哪裏呢 就是不洗澡 不洗澡 不洗澡 是不是任性 他說浪費時間 所以他就坐在那裏找人給他抹身 他就在那裏看書 都頗淫念 抹身是不是那些衛生 我想多數都是女看護 其實會不會是藉口來的呢 因為不洗澡 所以就可以找女看護 他不用 要找女看護 跟他睡覺 時寢 經常有 這本書你講得很清楚 民工團 女看護 但他是不喜歡洗澡 但為什麼不喜歡拆牙 這個奇怪 你看他的牙齒 很恐怖 那時候他曾經說 他有些白血球偏高 但又不是很嚴重 他有很重要的發炎 那當然是說 僅有些地方 有些問題 沒有人跟他搞定 總之李治水比較小心 看完牙齒 發現牙齒有問題 原來他真的發炎 用適量的消炎 然後再找個西醫 牙醫跟他看 那隻牙齒鬆了 他就說 不如你剝掉牙齒 我怕痛 你不要弄痛 他就說 用一點止痛藥 其實牙醫快要脫掉了 那隻牙齒已經 跟他剝了牙齒 他開心 那次說 英美派醫生很厲害 然後他就開始說 你要刷牙齒 你不刷牙齒 有事有事 李治水記載說 他買了牙膏 牙刷給他 真是匪夷所思 誰知道拆了兩個星期 突然又不拆 他每天就喝杯茶 這樣就算了 朗口 那你再說他 主席你再不拆牙齒 老虎不用拆牙齒 老虎都拆牙齒 來不來 那我沒多說 你只是打橫來的 這些是老虎的 所以我就說他這本書 很多人說他作文 這些是作不了出來的 這些細節是作不了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 是不是一些農民的雜性 老虎的 不洗澡 不擦 其實個人的個人的 是有問題的 其實很多人都是農民 打上去的 那些人來說 不可以每個人都像這樣 但是你蔣介石 兩個很不同的形象 蔣介石就是 切頭切尾 一個日本軍人的形象 剃光頭 永遠出來 發表講話的時候 軍裝不停 老毛就不是 你看剛才那件衣服 江澤民那條膚 抽到肚腩那裏 鬆脾脾的衣服 永遠是衣不秤身的 穿著這樣的功夫鞋 他一路都是喜歡穿那些教腳鞋 他不穿皮鞋 很少穿皮鞋 他穿也要你先穿 他就差得是要那個 侍衛找一個人來穿鬆的鞋 他才肯穿皮鞋 這個人很幹的 但是這個形象真的很不同 你留意一下 蔣介石 就算是平時的打扮也好 都是一個傳統的長衫馬掛 這樣的形象 老毛我覺得 是不是因為他那種反叛的 搗亂造反的精神 完全貫徹在一個人的身上 你只需要一個分析 他說他覺得任何的規律 包括時間表 他不喜歡被人限制 都是剝奪了他的權利 以及試圖去操縱他 他從頭到尾都是革命出身的 都是打破你的傳統 打破你的權威 來出身的 所以到了後來他得到天下 有人就說馬上得天下 就不可以馬上治天下 他就不相信 他馬上都可以治天下 這個很有趣 所以要搞革命 有一次他見外國 我忘了是否見尼克遜 還是怎樣 他就說 我做人的 就是和尚打散 無法無法 這是跟史洛說的 史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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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適應 49年之後 不是在延安 69年 怎麼知道翻譯那個人不懂得翻譯 就說等於一個和尚在孤獨裏面 一個人如魚而行 就翻譯錯了 覺得他很有詩意 挺浪漫的一個鬥士 孤獨的和尚 誰知原來不是 他用的音 用的鞋音 無法無天 無法 其實實際就是沒有法律 因為拿著車子見不到天 無天看不到天 所以說我喜歡做什麼 所以很奇怪 這是完全體驗在他個人的生活 他治國和他個人 他最慘的是 全黨都遷就他了 你不要說你最壞 四點鐘叫他起來 他睡不著 他立即打電話來 找我教他讀英文 他喜歡學英文 他不喜歡學俄文 學英文 你就四點鐘來 你去嘗試一下 你去嘗試一下 那位衛士都說 其實主席對你很好 他已經大半小時打電話來 你已經醒了 他已經想喊你 知道你睡了 他主席說你多睡40分鐘 他主席對你真的很恩寵 很慘 已經兩三分鐘了 這個也不再說什麼 護士也不再說 醫生也不再說 市衛也不再說 他連黨中央 他說開常委 短通知幾點鐘去就開 他穿著睡衣 穿著遊泳褲 你來開會就開會 最慘的是他坐著專列 火車去哪裡 他全中國去 他很多時候是四處去的 出入無常的 有時候去到成都鄭州 他一路走的時候 當他醒的時候 火車一定要走 當他睡著的時候 你知道他隨時睡得著 一睡著的時候 他的專列 他的專家 就要任何地方都要停下 還要保安 立即有保安 街道上 然後街道的人 不能走 都要保住 然後附近的機場 附近的火車 都要停下 差不多戒嚴 真的很大 真的好像戒嚴 所以他去到哪裡 就搞人一個禮拜 好了 然後去到哪裡 去到鄭州 飛到鄭州 跟他開會 鄧小平 劉少奇過來 我想到 跟著 施二道 郭姆約過來 跟著想說歷史 周菊成過來 在專列那裡討論 跟他討論 慶道 其中一次討論三國演義 那些人是喜歡的 那些女孩子 文工主 那些人都是重行 那些民人覺得 現在皇帝來重行你 上個專列 他的心態是一樣 所以很有趣的是 很多人不理解 為何中國在49年後 會搞到這樣 其實就是一種 帝王式的管治 很多人說 黨如何控制毛澤東 其實從來 我想 毛澤東是一個 他很懂得利用他自己 個人的魅力 去操縱人的情緒的人 這是你最需要的觀察 即是說 他喜怒不營於色 一發爛炸的時候 都很厲害 但對你也可以很客氣 即是他很善於用這種 manipulate 去manipulate 他身邊跟他做事的人 那種情緒 必供必敬 你看周恩來一生 一生謹慎 必供必敬就是這樣 走快一點 在天安門城樓 立刻拉著林彪 讓林彪不要走得那麼近 和毛澤東的步伐一致 即是你想想 他每一步都想得多仔細 還有第二天老毛要來 哪裏坐 哪座椅子 有一次好像遊船河 他都會讓我試試試 坐得舒不舒服 坐得坐不舒服 那全部都不敢 成王成孔 成王成孔 所以他試過有一幕 就寫周恩來那時候 72年 突然聽到老毛說休克 即是吐不了氣 他那時候正在開梅 那時候理智衰的時候 都在現場 那些人就說他不是 但他就說知道他 大小便失禁 當場大小便失禁 立刻要去清潔 後來老毛沒事 就是這樣的 所以還有一件事 他們當然觀察到很多人 待會可以說一下 我稍後再講他 最重要的歷史 那個觀察 那裡是最重要的 我們可以第二段 今天專門講的 人物 第一部分 他一早看到他 不喜歡劉少奇 一早已經不喜歡劉少奇 他死了 那時候八大之後 知道他有肺病 肺結核 他有一個保健部 那些人跟他說 他知道 突然間很短時間 叫保健部 停了他 全部都報醫生不要 然後看到他 很陰陰地笑 他患了肺病 就是這樣 想他死 其實他的心 他人是很複雜的 他去到哪裏 都要游泳 甚至有人去到中南海 這本書很清楚 有一次是大風大雨 中南海那些 那些都是內海 是湖 有一次是大風大雨 他就要下去游 那些人阻礙他不住 因為大風大雨 他比較熟水性 八五隻游泳 那些人就害怕了 江青來到又搞不住 周恩來到又搞不住 每個人都勸他不聽 他說今天我要游泳 他說你最好下來陪我 不陪我 就不要阻礙我 就是這樣的事情 然後搞到什麼 他就要找劉少奇 為什麼劉少奇怎麼說呢 他說主席要做事情怎麼阻礙 他要游就讓他游 這些態度 不是啊 你以為老毛會喜歡嗎 其實老毛回來 老毛想你過來 拔著我 你去拔著他 表達對他的關心 他就會覺得是應該做的 我不聽你說的一件事 但是你告訴他 你不能讓他 他就很生氣 他就懷恨在身 這種都是人性的 是很複雜的 很複雜的人性 這是我的演講 因為有很多人 所以故意 就是 搗亂 或者是一種 反叛的情緒 他不是真的想反叛 其實他的反叛是一種姿態 還有就是引起你的注意 他是想attention seeking 小孩子也是這樣 然後你那些人就要求他 他就要向你殺嬌 很多小孩子不吃飯 或者是父母追著他們餵飯 等等 他不是不餓的 其實他就是想一個 所謂的注意力 去追求一個注意力 然後群神勸盡 哎皇帝你不要啊 中國沒有你不行啊 其實他想聽這些東西 我覺得 就是一個很好的性格 所以你服侍他 你真的要那個性格 你真的很明白這種複雜的心理 你只需要聰明是怎樣 他看來是一個很平和的人 他又不是隨便講話 他又不是不講話 他講的時候 他講到適可而止 他也要坦白 他都講得很清楚 他跟誰人講話 他全部都回到老毛交代 很清楚 他講得很清楚 他不可以的 所以他也跟那些人講 你跟我說話 我都會回到那裡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把我的秘密 因為他知道很多 毛澤東私生律的事情 他傳給其他人講 真的沒有命 老毛其中一件事 最生氣的 就是羅瑞卿當時 就是公安局局長 和汪東卿兩個人 曾經在八大之前 把老毛的私生活 老毛的生活 和健康 做匯報 就向中央匯報 抓他們兩個人 就省到飛起 省到兩個人就頭痘痘 以後的匯報 不敢做法 老毛說 你怎麼可以把我 你就是來監察我 監視我 是這樣的 這個其實回想起 今天 習近平上台以後 其實大家都以為 共產黨的體制 起碼都現代化了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朝廷 裡面都是一個宮廷 你看到 現在又說 郭熙來又竊聽 胡錦濤的電話 又說要勾結這個周永康 要對付這個習近平 跟著又說 令計劃兒子撞車 跟著全部北京戒嚴等等 調動北京衛庶部隊 你回想起來 其實 他仍然脫不了 李子衰這本書 描繪了一個宮廷內部的生活 這個紅色政權 其實我覺得到現在 都沒有脫離宮廷政治 這個才是恐怖 還有一件事 他出這本書 外面是很生氣的 西人也是很過份重視的部分 就是老毛的豐流史 老毛的豐流史 不是什麼秘密 不過 你看到 他完全是有一個system 有一個制度 是供給這些年輕女 給那些領導 從延安的時候 一直到中南海 然後 我看來 各級的領導都有 原來民工團 全部是高級 不要聽 就是那些服侍領導的工作者 你以為他今天現代化 其實我覺得一點都不是 他還是停留在 所謂的宮廷帝王那種體制 你想想這種供給制 最先批判的就是1941年 在延安整風裏面 被毛澤東聲討的王實美 王實美 王實美就是爆這件事 夜夜生歌 就是供給制 即是不同級別的幹部 原來享受包括吃的煙 混的女兒都不同 即是階級觀念 階級觀念 階級觀念是重到這樣 你想想你以為 無產階級革命 大家不是說階級觀念 這是一個同志 原來實際上 他們的生活裏面 現在就算很簡單 習近平吃的那條菜 跟所有中國老闆吃的那條菜 都不同 因為那些叫特供 以及吸的空氣都不同 我告訴你 中南海 吸的空氣都累過了 肯定附近不准燒煤 全部都被蓋了 現在河北省不准燒煤 就是想北京的空氣更好 民工團 本身當然是 第一 那些女生當然是好樣 當然是操練到她們跳舞 大部分家庭背景都比較清白 因為她是這樣分的 她全部都是紀律部隊的民工團 有公安 國安 空軍 陸軍 海軍 而最優秀的民工團 就是來自空軍 以及來自公安的民工團 老毛是最懂得吃的 空軍民工團 其實他們都很腐敗 每個星期在中南海 根據李子虛說 總會有角色的舞會 最大的那場舞會 就是在春牛廳 即是她不是表演 南萬工團通常是表演 不是唱歌 不是模軍 原來就是跳舞 她是伴舞 一群女生送進去中南海 老毛那場舞廳 是最大的 然後她說 一群領導就跳舞 就跳社交舞 你以為只是跳社交舞 幾個小時 然後馬上就全部都是房間 旁邊毛澤東有間房間 每個都有房間 她就說老毛跳舞 剛剛那個 一直都是她跳的 她說老毛跳得很快 跳舞 然後跳一跳 就進去那間房間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其實是在裡面搞的 那個所謂的中南海的社交舞 聯誼活動 就是領導人去搞女人的活動 是的 一個星期兩場 投票一個星期一場 你想想多密 真的很厲害 她的階級製造有分 好笑 如果周恩來 周恩來也有 大家以為一個中國美男子 道德化身 其實周恩來也有 不過serve周恩來的民工團 就屬於海軍民工團 級數又比空軍民工團低一點 我想那些女兒也沒有那麼漂亮 真的 因為民工團為什麼呢 她進去 所有人身家背景 三世書全部都起清了底 一兩種人 一種是屬於軍隊家眷 即是說她父母都是屬於那個軍種 可能是公軍 家庭出身的女孩子 她不想從軍 她就加入民工團 學唱歌跳舞 第二種是什麼 一些所謂革命先烈的子弟 即是說那些 那些父母死了 就擋去養那些孤兒 那些女孩子就送去民工團 其實你看 這個彭德懷真的最有性格 有沒有搞過 彭德懷 不是 五四 那時候 五六年的時候 那時候搞得很厲害 五四五六 五四到五六年的時候 其實一直搞下去 不用說了 但是他曾經彭德懷大罵 就說你們那個保健 原來他的保健那裏都有一個民工團 他說你們搞什麼 他說要主席後宮粉袋三千 他說我們怎麼可以這樣面對人民 大罵 然後廢了那個團 那個保健的民工團 但是你沒用 其他民工團就照理 不是 所以他這件事都會增加彭德懷 其實 所以 所以 紅二代找老婆 為什麼會在民工團裡面找呢 這個是有原因的 第一 要確保那個血糖身家清白 不會有階級不良的成份 運進來 第二 那些人政治上可靠信得過 變成跟他們上床 就不會傳染病 甚至是把領導人的私隱到處養 或者出去哭訴等等 李子須的說法就是 這些女孩子 其實他又不是說 比毛澤東 好像me too 強行來的 因為他們本身 非常崇拜老婆 事後都說到 毛澤東的性能力 是多麼厲害 而且他真的偉大 他不知自己的思想 各方面都很偉大 政治思想偉大 他身體都很偉大 就是這樣 因為他覺得他是一個偶像 然後帶了自己的朋友 有些老公 老公帶了他去 他試過有一個民工廳的女孩子 跟老母好之後 就介紹他的妹妹 姐姐 然後結婚了 老公帶他去 然後老公外面等 搞得 汪東有一次 幸好他媽媽不在 他媽媽就一包熟 可能可能想著 這次借老婆發達 如果老婆被老婆上完之後 我都起碼去領起 但是事實上 肯定的確是那班女孩子 跟老母有關係之後 每個都似寵生嬌 在自己的單位中 惡到不得了 動一下就說 我跟主席說 接著 到了文革出事的時候 每個人都手上找主席去補 又沒有事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江青不動這群女人呢 江青不動這群女人是有解釋的 他頭頭都在吵架 他不搞江青很久了 他不搞江青很久了 五十年代已經不搞了 江青有時大聲說 我昨晚和毛主席親熱你 做過你 這樣說是假的 有時大聲說很多次 說給其他人聽 五十年代已經越來越疏 但是老毛除了是民工團的女生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護士 看護 有時試過幾個女生也有 有一晚江青起床 就不見了自己的護士 他要適藥 找不到就搞不定 突然撞來撞去老毛的房間 就在老毛那裏 鬼詐不吵 那次就吵到好像是五五九年 老毛趕了他回去北京 江青就醒了 最後就好像是道歉寫信 但是呢 不是五九那次可能是早一點 那最後到廬山會議 汪東興和李志追港 知道老毛和江青有了的業議 江青只需要這麼悶 因為第一 不讓他從政 不讓他搞事情 因為那個是延安時代的 延安時代的 不讓他從政 不讓他做事情 是跟黨的業績 另一件事 你就知道老毛 煎花野草 他自己又沒有份 大婆在那裏等 那你怎麼搞呢 又沒有勢毅 那終於老毛就說 我讓你出來 搞文藝 搞文藝 你又不要管我了 你有你的自由 其實會不會是這樣 那件事有種協議 你不要再管我的私生活 如果老毛不喜歡搞女 或者老毛不為了討好江青 就未必有這個四人幫 都不會的 他用另一個方法 可能找另一個做 他可能都被江青做的 但老毛就一定搞女 但是問題呢 江青也會遲早出來 現在看情況來說 那種情況 我看本書裡面所說 是很病態的 病態是什麼呢 包括被人上的那些是小妹 我就想起太平天國的後宮 太平天國的後宮 其實跟共產黨的宮廷一樣 表面就講解放 其實太平天國都是紅壽傳的那些人 都是講平等、平權等 實際上喜歡小妹 整班都是玩小妹的 作戰的時候 幾厲害的翼王 全部都帶著小妹去打仗 其實是後宮來的 很離譜的 後來我記憶所及 不是這本書講的 就是在金鐘那本開放雜誌裡面 講過一篇文章 就是當時有一位叫陳惠敏的女士 八九年之後來香港 就找華叔 幫她去申請政治庇護去美國 她就拿了很多證據出來證明 當日她就是和老母上床的 其中一個這類文工團的人 有沒有照片看 給大家看看 未必有陳惠敏 但其他女士大家可以看看 首先看看這個 經常和她在火車前面 合照的那個 到現在還在 就是張玉鳳 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 我剛才給了一些 我們休息先 有一堆 在中南海裡面 大家洗心看 其實每個樣子都不差 相當好樣子 都是十八二十歲的 全部都是年青 沒有工作經驗 除了文工團之外 就沒有其他工作經驗 一面倒 就對主席 有一種莫名的崇拜 很有趣 你只需要發覺 老母是喜歡這類的女生 天真無邪 最好就什麼都不懂 曾經去過上海 那時候去看大躍進的時候 去到上海的擦鞋王 叫做柯慶斯 柯慶斯是上海市委書記 帶一些明星上去 他不喜歡 因為覺得這些人太過世故 免得你唱他 老母是不是有一種 很享受給別人 歌功頌德 包括各方面 如果這些女生 沒有什麼性經驗 或者什麼 他就會在他面前 可以維持一個偶像 崇拜的地位 如果你太過sophisticated的女生 這個就是張玉鳳 其實他現在的樣子還可以 聽說他還可以保養 當然現在是老 現在80歲了 80多歲 但是相當好養 張玉鳳 最後就差不多控制了老母的生活 因為只有他才聽得明白 無雅東說這些 所有傳達的東西 老母在他耳邊好像獨唇一樣 最後沒有人聽到他講什麼 除了張玉鳳 至少大家接受是張玉鳳唯一的傳奇 也不知道是堅定留 到了75年的時候 他試過華國鋒一次去見老母 全部見無雅東的人一定要經張玉鳳 他也是機要秘書 也是近身護士 誰知道張玉鳳睡得著 沒有人敢叫醒他 終於華國鋒坐了兩個小時 這是中國的第一副主席和總理 今天是總理 這麼嚴重 後來他經常跟老母吵架 還有拍桌子 拍桌子 差點氣死他 老母聽說都被他氣死五十七六年 但是沒得兇 沒有人知道他在說什麼 控制他手上 大家看看還有一些中南海武會的相片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老母 表面上 其實這些習慣是從哪裡來的呢 在延安時代已經是這樣的 會不會是跟他們留法勤工劍學有關的呢 其實這些是土包子來的 老母那些 那時候你知道上去延安 很多都是年輕人的 上海讀書 好像江青那些 帶了去 好了繼續 還沒有什麼相片 其實這張相片很特別 官方發出來 其實這張相片中間 就有一位 張玉鳳 但是另外一個版本就沒有了他 其實就把他擠走了 其實他們是不適合禮節的 有這麼嚴重的回眠 怎麼會有一個這樣的女性跡根呢 其中這本書 就是《你自衰》被人罵 這本書就是那幫人 後來有些人說他 什麼欲華反共 有些華東身邊的護衛出來寫 他說你是醫生 你怎麼會有這麼多長鴨 那些重要的長鴨 你怎麼會在這裡 怎麼會聽到 其實不是 我告訴你 你看得到 看到Nixon 也有這樣的彈傘 尤其是老母的身體這麼差 根本經常都有醫生的跡根 有一張照片我們看到的 其實他是閱兵 在天安門廣場 坐在軍車上面 其實就是隔壁那個 大家看到 坐在最開邊那個 就是李子衰 所以我就說 他隨身帶著一個 魚衣在自己身邊 老母的性格 這個絕對可以理解 還有一件 他為什麼這麼相信他 其實老母有一段時間 性能力是有問題的 他就叫老母 你不要再吃鹿蟲 吃什麼的 用一些條理的方法 就搞定他 但是李子衰 後來也說 其實跟他的心理有關 他的心理 因為他最差的性能力 差不多沒有了的時候 就是五六年 八大之後 還有反右 反右就直接不舉 反右就直接被捕到 但是搞大躍進 一下去看到群眾 這樣夾道歡迎 立即把他放大躍起 我們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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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休息一下